嗨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熊宝宝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专门分享 外交男女在国外的情感婚姻生活的真实的故事 而我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生活美食 还有一些理由啊 生活小创造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 然后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那时间过得真的太快 2023年的5月已经来了 春暖花开的5月 正是一个美好的季节 今天呢又是晴朗美好的一天 在这样阳光明媚的一天 让我们来分享一个故事 假装微笑来遮盖泪水 来自一个70多岁的年龄比较大的一个阿姨 她的名字呢叫义真 接下来的时间呢 欢迎你花上你宝贵的时间陪我一起 听完义真阿姨的故事 义真说 爸爸 我是一个70岁的老女人 现在呢一个人住在亚特兰大 有个好处呢就是我身体硬朗 我还可以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开车 照顾好自己的生活 没有病 没有痛 我唯一的病呢就是心病 我这个心病啊一直刺痛着我的身心 我和我的老公呢是70年代就移民到了加拿大温哥华 第一代移民的人啊生活是非常的辛苦的 我们一点靠商一点背景都没有 我们属于南方人 来到温哥华以后 那里的天气一年有半年都是冬天 夏天只有几个月 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我的老公在一个面包店给别人做面包 一天工作十个小时 而我呢一下子找不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 也是从最接苦的工作做起 洗碗洗菜 只要能挣钱能养活自己的事情我都做 最后我学会了缝纫 我是在一家缝纫公司给别人做制服的 我的老公呢一直非常的爱我 我们两个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两个呢因为工作比较艰苦 而且呢非常的忙 所以我们就只有一个孩子 也就是我们的儿子 他是出生在加拿大的 但是从小我们一家都讲的国语 从小我的儿子非常的乖非常的听话 从来不会对父母说那种比较难听的话 学习成绩一直非常的好 我呢因为只生的有一个儿子 所以我也很疼爱我的儿子 像天下的一般的母亲一样 我是怕孩子苦怕孩子累 我能为他做的我都给他做 即便那时候刚刚来加拿大的生活非常的艰苦 但是呢我从来都不想让我的儿子受委屈 也不想让我的儿子去羡慕别人 不想让他感觉到别人有的他没有 我的儿子就是我的一切 他是我的天我的地我的世界 我的儿子呢他也没有让我失望 一直以来我们母子的情感都非常的好 对我的情感也非常的照顾 不仅是如此 他的学习也非常的好 但是从我的人生里面 我学了一个课程 就是那些非常听话 非常懂事 而且非常尊重父母的孩子 特别是儿子 等他们娶了媳妇之后呢 他们也会非常听儿媳妇的话 非常的尊重儿媳妇 如果你的儿媳妇对你好 喜欢你 那你们肯定会是幸福快乐的一家 但是如果你的儿媳妇不喜欢你 你们的生活会非常的困难 那我儿子呢高中毕业以后 他考上的是美国的亚特兰大大学 那时候呢因为他是外国学生 他的学费啊比美国学生要高了差不多一倍 再加上我和他的爸爸依然在加拿大 所以他在那边 我们是要给他租公益的学费和公寓 加上生活费就是一大笔 我的儿子曾经跟我们说 没关系 他可以借学生贷款 他可以去打工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儿子啊 他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我们怎么可能让他去借这个学生贷款呢 所以我说我和你爸只有你 按照我和你爸现在的收入 你现在的学费和生活费 我和你爸是完全可以承担的 虽然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但是在经济上面 在生活上面 我们从来都不想让孩子感到困难 让他感觉到生活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的儿子呢 在学校里面非常的努力学习 因为努力学习 他也拿了不少的奖学金 我身边认识的朋友和亲戚都非常的羡慕我 他们说义真啊 虽然你只生的有一个毒苗苗 只有个儿子 但是你的儿子那么争气那么懂事 你的未来真的是充满了希望 我们非常的羡慕你 那么我的儿子来美国亚特兰大上学两年以后 我们也想尽办法来到了美国 我和我老公就在美国亚特兰大 重新找了工作 重新开启了我们的人生 买了房子 我们买房的时候 就想买一个大一点的 以后我们的儿子 起了儿媳妇 生了孩子 我们一家人 可以其乐融融的在一起生活 生活在一个大房子里面 所以说 我和我的老公努力挣钱 我儿子努力学习 他上了大学之后 又在工读博士 博士和大学 一上就上了六年 这六年 说真的我们生活得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快乐 我儿子呢 因为在大学里面 一直努力学习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女朋友 一直到他工作以后 在我们的追逐之下 他才开始到处相亲 也开始在网络上找女朋友 他总共呢 在网上谈了两个女朋友 有一个呢 就在亚特兰大 而另外一个呢 是在北卡的罗利 我的儿子呢 因为很少谈恋爱 和人交往也不多 他说 妈妈 我这两个女朋友啊 都非常的好 我真的不知道要挑哪一个 我在网上谈的其中一个女朋友呢 她就住在亚特兰大 她很喜欢我性格也非常的好 可是我就觉得她的长相 不是我想要的那样子 而且文化也不是特别的高 我呢 就想找一个长得漂亮一点的 而且文化高一点 这样子以后 我们在一起生活的话呢 相互帮忙 相互支配的话 我们的生活才会走得更远更高 我比较喜欢罗利的这个 她来过一次 我们两个见过一次面 可是呢 我就觉得她性格有点怪 脾气呢 有一点点不好 所以妈妈呀 我觉得我有点纠结 我也不知道挑选哪一个 我就跟我儿子说 我说 儿子啊 那个未来的人生是你的人生 喜欢你的也好 你喜欢的也好 最重要的是你幸福就好 当然作为妈妈我呢 我当然喜欢你找一个 性宽一点的 性格好一点的 因为我和你爸呢 只有你一个儿子 未来我们肯定要跟你生活在一起的 如果你找了一个心胸不够宽管 而且呢 不能接受你和父母住在一起的 生活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不快乐 所以你自己想想吧 当然我作为母亲呢 我希望你是幸福的 我们母子的对话呢 就是这样子简单明了 而且呢很短 半年以后呢 我儿子就打电话跟我说 他要结婚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选择的是哪一个 是亚特兰大的还是罗利的这位 我也不知道我儿子打电话的时候 他那位媳妇有没有在身边 也许在身边吧 所以我儿子呢 就有点腼腆的说 我要娶的这位呢 是住在罗利的这位姑娘 他已经在晚上找了在亚特兰大的工作 这个周末呢 他就要来我们家住 他来亚特兰大以后 我们就要结婚了 我也不好说什么 我的儿子的选择 我都支持 所以我的儿媳妇呢 就这样子婚前 就进入了我们的家门 很快呢 我们也给我的儿子 举行了婚礼 他的父母在罗利呢 也过得非常的好 他的父母呢 有三个儿子 就他一个女儿 对他也非常的宠爱 结婚的时候呢 也给了很多的陪嫁 新婚的时候呢 我的儿媳妇啊 也非常的勤快 在家里面啊 什么都做 什么都干 他也会问我 他说 妈妈 你们这些要放在哪里啊 我来收拾吧 他也会给我们整理 我们的厨柜 我们的厨房 也是一个非常勤快的儿媳妇 我呢 就觉得 尽管我儿子说 他的儿媳妇 脾气不好 心胸有点狭窄 但是呢 我就想 这样子就可以了 他能够收拾家 整理厨房 我觉得也不错 所以我就跟我的儿媳妇说 那之前呢 我都是按照我的生活 我的习惯 置办了我家里面的一切 那你进入这个家以后啊 你就按照你喜欢的 你喜欢把碗放在哪里 你就换 你喜欢给家里面贴纸什么东西 你就贴纸 我只有一个儿子 我呢 也很快就要退休了 以后我们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这个家你说了算 我的儿媳妇呢 笑笑 什么都不说 结婚以后的四个月 有一天呢 我的儿子就跟我说 妈 我就是告诉你一下 我和我媳妇呢 要搬出去住了 那时候呢 我就吓了一跳 我就说 儿子啊 这个家那么大 你们怎么还要搬出去住呢 我和你爸当时买这个房子 买成四十两厅 就是想着 以后你结婚了 我们在一起住的 你出去住 我和你爸也不习惯在大房子呀 我儿子就说 妈 这美国是自由国家 而且我和我媳妇呢 都已经超过十八岁了 我们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有自己的打算 你已经养我长大了 难道你还要养我老吗 你应该高兴 你有那么优秀的儿子 我们就是搬出去住了 我还是你儿子 你们随时都可以来我们家玩 我们也可以随时回家的呀 那时候呢 我就流着眼泪 对我儿子说 我说 儿子 难道我的希望真的要破灭吗 你就真的不和我住吗 我儿子说 妈 我只是搬出去住 我并没有离开你 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我跟你在一起生活的话呢 我会打扰你和我爸的老年生活 我出去住的话呢 我有自己的生活 你有自己的生活 你和我爸如果觉得这房子太大了 你们也可以把它卖掉 然后呢 去住一个小的 等你们老了 也可以住一些老年公寓什么的呀 你哭什么呀 你应该高兴我已经长大了才对呀 我呢 没有办法 既然我儿子都这样子说了 他并不是和我商量 他只是告诉我一个他的决定 那就让他走吧 我的儿媳妇呢 也没有跟我说什么 也没有和我商量说 他要出去住 感觉就是我儿子说了就行 所以他们要搬家的时候呢 就叫来他的三位哥哥 还有丈母娘 我的亲家 一起来和他们搬家 这时候呢 我就和我儿子的丈母娘 也就是我的亲家说 我说亲家母啊 其实我呢 房子这么大 我是不希望我的儿子和儿媳妇 出去住的 你也知道 我是希望他们和我一起住的 我希望你别介意 不要认为 是我把儿媳妇和儿子 弄到外面去住 我的亲家母呢 是那种 不是 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情商不是特别高的 也不是特别会说话的人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也许 我是错的 所以我的亲家母就跟我说 她说 亲家母啊 你呢也别介意了 我们呢都是老年人了 我们老年人呢 老了 和他们呢是有代沟的 我不是说你啊 我也在说我自己 我也是有儿子的人 但是呢我也不指望和我的儿子住在一起 我们这些老年人呢 又老又臭又脏的 家里面的沙发呢 十几年都不换 我们盖的被子和我们的枕头套 我们的被单都不是配对的 这里一个纸箱 那里一堆废品的 我们和年轻人生活不到一块去 不是说你啊 我自己也不喜欢和我的儿子们在一起住 他们搬出去住了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我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笑笑 我觉得这亲家母 每说的一句话好像都是针对我说的 还是我想多了我不知道 是的我们家的沙发有点旧了 但是我觉得它还挺好的 也可以做 而且我的被套和枕头 确实他们不是一套的 可是我觉得干干净净的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我们和孩子确实是有代沟的 而且我也和我的儿媳妇说过了 他嫁到我们家 他喜欢什么 我们可以换 熊宝宝啊 还有视频面前的观众朋友啊 古话说的三岁已代沟 我觉得这个代沟啊 真的是深不可测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一辈子 都没有办法跨越这个代沟的 我儿子和我儿媳妇搬出去住以后 他们就基本上都不回家 但是我呢已经习惯了 那么多年和我的儿子住在一起 所以我们很想儿子 我们也会打电话 让儿子回来看我们 儿媳妇回来了 我们做好的饭 他都不吃 他说他在路上吃零食吃饱了 不想吃 有时候我们很想儿子 他们不回来 我们就去看他们 因为他们出去住的地方呢 也在亚特兰大 离我们也不远 我们也会开着车到儿子家去 我儿媳妇呢 就会在家的门口啊 带上一块牌子 请脱鞋子 是用中文写的 我有时候呢 就是匆匆忙忙的 忙着借儿子嘛 我就忘了脱鞋子 走进家了 我儿媳妇呢 就冲出来说 哎呀妈呀 你看你的脚啊 那么脏 你到外面不知道 踩了些什么 你知道外面有很多细菌的 把鞋子带回家 会带回很多的细菌 我也会说 哎呀不好意思儿媳妇 我是忙着借你们两个 忘记脱鞋子了 我老公呢也会说 哎呀老婆子啊 你怎么回事儿 鞋子也不脱 就进家了 所以呢我也会 到门口 去把鞋子脱了 才进家 我会给我儿媳妇 买一些水果 因为他和我在一起 住了四个月嘛 我也知道他喜欢 吃什么样的水果 我递给他之后呢 他就顺手 给他放在茶几上面 我们坐在客厅里面 和我儿子聊天 我的儿媳妇 坐在一边 玩着他的电脑 看着他手机 或者看电视 也不和我们说话 有一次呢 我最记得 我的儿子就说 媳妇啊 我爸我妈都来了 你去做个饭吧 我们一块吃个饭 我的儿媳妇 看看我 他就说 妈 你饿吗 那我作为客人 按照我们中国 女人的 传统习惯的话 我也不可能说 我饿了 就算是饿 我也不可能说我饿 我只能说 我还不饿呢 然后儿子又说 那你先给爸妈 倒两杯茶嘛 我儿媳妇就转过来 问我 你们要喝茶嘛 我说 没事没事 我们带了水的 因为我经常都是 自己带一瓶 矿茄水的嘛 所以 我儿媳妇就说 你看你看 爸和妈都说 不吃饭 不饿 也不喝水 你操什么心嘛 之后呢 他又继续玩他的电脑 所以我们在我的儿媳妇家 在儿子家 待的差不多了 我们也只好离开 因为我们也不可能 去问我的儿媳妇做饭了 而且 你能感觉到他不欢迎 我也不能主动自己去做饭吃啊 所以说 我们每次去儿子家 我们都感觉 儿媳妇不是特别欢迎我们 老感觉我们是多余的 所以我们回到家之后呢 每次都感觉不是很舒服 有一天呢 我老公就跟我说 他说 易真啊 感觉儿媳妇不是特别的欢迎我们 以后呢 我们就少去吧 你看 孩子也长大了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以后我们俩呢 有多余的钱啊 就可以出去旅游呀 或者说去casino 去赌场 走一走 逛一逛 让他们自己 过自己的生活 你老婆子呢 也不要太操心了 我们呢 以后就少去他们家吧 让他们自由一点 所以从那以后啊 我就觉得我老公 心情 不是特别的好 感觉他非常的压抑 不是特别的开心 所以后来我老公呢 就得了心脏病 我也不想说是因为我的儿子 我的儿媳妇 所以我老公才得了心脏病 可是他确实是慢慢的就病了 他就经常心跳特别的快 心情非常的不好 然后一年以后 不是我的儿媳妇怀孕了吗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怀孕 是有一天啊 我的亲家母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 易珍啊 你看你的儿媳妇怀孕了 他的反应呢 特别的强烈 而且呢心情不是很好 我听你儿子说 你家里面 种的有那种保胎药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药 我能不能过来挖一点点 弄给我女儿吃 我就说 哦 儿媳妇怀孕了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那没关系啊 你忙你吧 你不是还有三个儿子 还有孙子什么的要带 我是种的有这个药的 这个药呢 要拿来炒鸡蛋吃 这样子好了 你去忙吧 我炒了给儿媳妇送过去 因为我是南方人嘛 所以我们南方呢 就是也种的有那种保胎药啊 或者坐院子吃的各种草药之类的 我呢一直种的那种药 那种药呢 不只是坐院子吃啊 就女人有时候月经紊乱啊 或者说身体不好 炖炖鸡 炒鸡蛋吃的话 对身体也挺好的 但是我的亲家母说 不用管了 我来你家挖吧 你知道啊 我就只生一个女儿 我那个女儿呢 有点作 就是说她喜欢吃我做的 她现在脾气有点怪 你做的她不一定吃 这样子 我过来挖吧 那我和我老公呢 知道我儿媳妇啊 怀疑以后呢 我们特别的开心 提前了两三个月 我们就到卓治亚的 我们认识的一个中国人那里 因为她在乡村嘛 自己养了一些鸡 我们就到她家 杀了好多只鸡 有七八只吧 我们呢 就像儿媳妇做燕子的时候呢 她才有鸡吃 有土鸡蛋吃 我就很高兴的 给我的儿媳妇打了个电话 我说 儿媳妇啊 我跟你杀了七八只土鸡 放在冰箱里面 等你做燕子的时候呢 就有鸡吃了 因为里面那边呢 冰箱有点小 我们有一个冰柜 正好呢 我们放在冰柜里面 你还想吃什么 我都全部给她买了 放在冰柜里面 你做燕子的时候呢 我在好的给你弄了吃 我的儿媳妇很冷漠的跟我说 哎呀 你别做了 你操什么心啊 谢谢你了 但是呢 我妈这边呢 我已经跟我妈说了 也给我妈钱了 让我妈 然后给我杀狮子鸡 之后呢 我做燕子的时候 我妈会给我弄的 你杀了也就杀了呗 放在冰箱里面 你和爸吃吧 我没关系的 再说了 我做燕子的时候 也不一定要吃鸡的 那儿媳妇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怕说什么 我就想 反正鸡也买回来了 就放在冰柜里面吧 等她生孩子的时候呢 我就自己给她炖了 给她送过去 那两个月之后呢 我的儿媳妇啊 就到一夜生孩子了 当然儿媳妇她也不告诉我 是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说 儿媳妇已经肚子痛了 他们已经租进医院了 所以我就赶紧拿出一只冷藏的鸡 拿出来捡冻 之后呢 要到亚洲超市 买了一个猪肚 按照我们南方人的做法的话呢 猪肚炖鸡是下奶的 所以呢 我就炖了猪肚炖鸡 带到医院 孩子生出来是个胖乎乎的小子 我们可高兴了 我就立马把我那个保温筒啊 拿出来 我说儿媳妇啊 我给你炖了鸡 还给你炖了粥 你看这里还是热腾腾的 我知道生孩子以后啊 可累了 而且呢生孩子是很需要体力的 你需要补充能量 我那儿媳妇呢 什么话都不说 他也挺我的 我给他咬了一罐 他就在那里喝了两口 放在床头柜摆着 我就说 你怎么不喝 不好喝吗 他说 那我现在还不饿 而且呢 我觉得挺累的 我一会再喝吧 他就这样子 一直摆着 不喝 过了十几分钟呢 我的丈母娘也到了 也是炖了一只鸡 我的儿媳妇呢 就撒娇的说 哎呀妈呀 你怎么才来呀 我都饿死了 我的亲家母就说 你饿死了 我看你船头边不是有汤吗 你的婆婆不是已经给你煮了吗 你饿死了 你先吃你婆婆给你煮的呗 他就说 不妈妈 我想吃你的 我的亲家母 赶紧给我的儿媳妇咬了一碗 我看那碗鸡汤 给我炖的也差不多 但是他呢 真的像非常饿的一样 很快的就吃了一碗鸡汤 我就觉得心挺寒的 但是我什么都没表现 我还是在那里抱我的孙子 抱了一个下午 一直到天黑的时候 我们才离开 我的儿子和儿媳妇呢 在那里住了一晚上之后 他们也就出院回家了 两个月以后 我的儿媳妇和我儿子都要去上班了 我就跟我的儿媳妇打了个电话 我说 我就说儿媳妇啊 其实我一直都不叫她儿媳妇的 我都是叫她的名字 我一直忘了介绍了 她的名字呢 叫Emily 我一直都说 Emily啊 那个是时间去上班了 你和我儿子呢 就放心去上班 以后孩子啊 就交给我和你爸 我们也很喜欢孙子 现在呢 我们也都退休了 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我们就在家里面带孩子好了 我儿媳妇呢 也很平静 很冷漠的说 好的 但是第二天呢 我儿子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 妈 你们过来带孩子的话呢 你们不要把家里面弄得又脏又乱的 你们要讲究卫生一点 你们如果把家里面弄得又脏又乱 不讲究卫生的话 我老婆会跟我吵架 而且她会不喜欢的 我想想 我就跟我儿子说 我说儿子啊 那这样子 我们住的地方也不是很远 就是二十分钟的路程 你们早上上班的时候呢 就把孩子啊 送到我们家来 我们在家里面带 然后呢 你们晚上回家的时候呢 再回家接 我儿子呢 也同意了 就这样子 他们早上把孩子送到我家来 我们带孩子 晚上他们再来把孩子接走 这样子 坚持了三个月 然后呢 有一天早上 我一直等 我就站在家门口 一直等 可是没借我儿子送孩子过来啊 然后我就跟我儿子打了个电话 我说 怎么回事啊 你们是不是起晚了 怎么这么晚都没有把孩子送过来呢 我儿子说 妈 那个我忘记打电话给你说了 那个我们觉得孩子送来送去接来接去的可麻烦了 艾姆里呢 已经打电话让她的妈妈到我们家来住 然后呢 在我们家带孩子 当然我们是付费给她的妈妈的 你呢以后和我爸就好好的享受你们的晚年生活 你们也不要操心我们了 我呢很好奇 我就在想 我和我儿子带孩子是免费的 可是让她妈来带孩子 还说要花钱请她妈在家里带孩子 所以我就很好奇我就问 儿子啊 你们花了多少钱请你丈母娘大孩子啊 我儿子说 也不多啊 一周就两百块钱 再说了 艾姆里喜欢吃她妈妈的饭 她妈妈跟我在一起的话呢 晚上还可以给我们做个晚饭 那以后呢 你们就好好地够你们的日子 也不要操心我们的生活了 我很失望 很难过 可是我也不能强迫我儿子啊 所以我什么也不说 我老公看出我的失望 他也非常的难过 他就说老婆子啊 没事了 以后呢 你就好好地跟我待在家里面 你要实在很烦了 我们再过去看孙子 如果不行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到中国玩一玩 到处去旅游 孩子大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让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生活 可是我真的能感觉到 我老公比我还不开心 所以我感觉 他的病真的是越来越重 因为我老公呢 一直心脏不好 所以有一天呢 他就突然地停止了心跳 所以他就离开我了 我老公答应过我 他不会抛下我 他不会提前 让我孤单的 留在这个世上的 可是最后 他还是死了 OK 那亲爱的朋友们 因为益政阿姨的故事实在是有点长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讲了差不多35分钟了 那就让我们告一段落 希望你继续在这里 并且呢 关注我的频道 明天呢 我们继续来 分享益政阿姨的故事的第二部分 请您不要走开哦 那我们明天见吧 再见